项目编号 SCP-012未完乐章 项目等级 Eucaly 特殊收容措施 SCP-012需全天置于一黑暗房间内 倘若SCP-012暴露于可见光下 或者被任何人员以红外光之外的光源观测 则需立即将相关人员转移进行心理与生理健康检查 SCP-012需存入一铁盒内 吊挂与天花板 并与地板 墙壁及任何出入口保持至少2.5米8英尺距离 描述 SCP-012在一次针对一座近期被风暴摧毁的 意大利北部古墓的发掘中由考古学家K.M.桑多瓦尔回收 该物系一套完整乐曲的一部片段手稿 片段名为在各个他山以上 而该片段似乎尚未完成 收稿使用的红黑色墨水最初被认为是某种浆果或其他天然染料 但之后被发现是人类血液 且来自多个公园 最早发现SCP-012的人员 SCP-119特殊回收队有两名成员陷入疯狂 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血完成乐章 这最终导致了大量失血和内伤 随着初期调查的进行 多名测试对象得以接触该手稿 在每个案例中 测试对象均进行了自残行为 以使他们能够用自己的鲜血完成作品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精神错乱以及严重的身体创伤 得以写完一部分音乐的人在完成这部分后宣称他不可能完成并立即自尽 演奏该音乐的尝试产生了一片令人生厌的噪音 音乐本身并非以副调进行 而每个单独的契乐部都和其他声部缺乏关联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012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